2022年9月有哪些新增功能? 从现在开始,可以实现矩形截面的节点连接,可以采用直接焊接或螺栓连接。 对自动优化功能进行了扩展,现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参数对模型进行优化,这使得优化模块使用起来更加灵活。 在24版的RFM6中集成了Autodesk Revit的直接接口,该接口在Revit中作为插件使用,所有关于数据交换的设置都可以在Revit用户界面中设定,这使得Beam所需的数据交换成为可能。 在导和虚面方面也有所改变。对于这种类型的面,现在可以将面贺载定义为线性可变的。 设置完成后,施加的贺载将被视为线性可变贺载。 现在还实现了节点释放,线释放和面释放这三个功能。 它们也可以用于定义非线性导合虚面。 为了能更好的评估沿途工程的主应力状态,现在可以在未变形体系上进行计算。